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来到了我们好久不见的 全民说真话的单元 那今天呢 来到这个 还蛮吵的地方是要干嘛呢 来 我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今天呢 要来到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 而且大家应该都非常有兴趣 就是 就是传说中的真信社 大家应该很好奇 真信社呢 到底是在干嘛 所以呢 今天就来带大家 一魁真信社 这个神秘的地方 跟我走吧 阿琪 你好 你好 哇 所以我们现在是进来 真信社这边 对 就是立打真信 好不好 还蛮宽敞的 我想像的有点不太亮 诶 这样子讲会不会是 真的 我本来想像的是会比较 暗一点 对对对 可能有一些拜观公 拜观公 但是大家来看一下 就其实跟一般的办公室 好像没有差 好 我们现在请到了非常可爱的阿琴 要来帮我们介绍 这一排看起来就非常厉害的器材 但是我觉得大家最有兴趣的一点应该是 阿琴你长得这么可爱 竟然来做真信社的工作 为什么会想要来做真信社的工作咧 为什么会想要来做真信社的工作咧 不会觉得说这工作有点让人要啪啪的吗 对 其实我一开始也是啪啪的 但是就觉得这个行业就是 就是它有一层神秘的 念杀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自己亲身体验看看 那我想请问就是说 你在这个真信社里面大概是做哪些工作 其实做蛮多的 有时候我要负责网路行销部分 现在真信社还要做网路行销 我们也会在网路上主动的开发客户 哦 这么积极 对 好 我自己要学一下 那有自己实际去 比如说抓肩啊 跟踪啊 对 有时候 有时候也有 因为有时候其实靠男生 所以可能有性别限制 也许这个对象非常敏感 那这时候可能真的需要出动女生去现场 跟踪的对象是个男的 那你会要偷偷的靠近他的身边 还是说看一些他的影子 有时候可能女生会亲自去搭讪 这好像电影影片的清洁哦 那这些机器是你都很熟的机器吗 对 都有 真的哦 那有没有那种比如说我担心我家里啊 会被安装针孔 还是出去外面住旅馆的时候 搞不好被装 所以有没有那种探测器啊 有 那那种东西会很贵吗 因为市面上其实蛮多那种便宜货 就是那种针孔检测器 它其实只要针测到3系产品都会叫 所以最好还是配合专业技师去检查 好啦 今天就知道 征信社确实有他们的专业存在的 这些仪器市面上都看得到也买得到 但是呢还是要配合专业的人员操作 才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哦 就跟我们律师一样 虽然发条都写在上面 都是白紫黑字 而且都是中文 大家要看得懂 但是还是要专业律师来操作 好 我们现在请到了立达哲信社的许副总 你好 您在这一块仅有一段时间的经验 那我觉得网友最好奇最好奇的就是说 男人要变心还是女人要变心 大概都有哪些征兆吗 有 基本上四个征兆好了 第一个就是手机挺身 连上厕所都要戴手机 第二个就是找到人 没错 没错 只要是行踪不明的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有心理准备 有我自己的经验啊 再来就是男女朋友的话就变成说 可能他留的一些个资很贵 很有圈服介绍给你 戴上圈服介绍给你 这好像感觉你是见不得人了 对对对对 他讲说我只是想人家干涉我的感情 对对对对 还有一种就是说他跟你讲说他在上班 可是你今天突然发现说他的班表 好像跟以往都不一样 会串改一些东西 不只是班表 若奇会改变 口脸很难 那我常常看到有一些哲心社的广告 他们会写感情挽回 你们也有在做感情挽回的业务吗 有 基本上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外遇之后大家可以感觉到你会 不见得 真的吗 你知道当事人来跟我说 然后怀疑先生或太太我外遇 我说因为都是说 他就理我 因为我跟亚洲人传统命 我已经听过我听说 我为了小孩小孩长大了 我为了他妈妈他妈妈死了 现在难道是为了他家那条狗吗 这是永远有说不完的结果 每个人心中放不下的那一块 就是永远还是放不下 基本上就是要看案情 因为我们的价格其实蛮公定的 就是这样 基本上就是要看案情 因为我们的价格其实蛮公定的